你好,我是老春 这节课呢,咱们画这个现代山水画的临摹 我选了一幅这个白雪石大师的这么一个 梨江作品 这幅梨江呢,当然我进行了一些取舍 因为我觉得这个画面如果完全都临摹下来的话 一个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呢,难度比较大 另外呢,时间会相当长 所以呢,我基本上是把这幅画的几座山峰呢 只留了两座 而且呢,就是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原样临摹 有一些呢,稍微做了一些改动 现在呢,我现在用这个比较淡的墨先勾的这个山 先把这个两座主要的山呢,先给它画下来 它这个山呢,它如果说包括了这个村法呢 我想大概有这个,有一些匹麻村 也有一些折袋村 或者也包括一些腐匹村 所以呢,我选这幅画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 因为结合咱们前面学过的画山的方法 这个村法的介绍 现在这个进行一次实战演练 另外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看到的这些村法 在这个现代山水画里边如何应用 如何进行一些变化 我们学习的一些这个传统的这些技法呢 在我们这个现代创作当中呢 怎么进行一些这个变化 进行一些取舍 另外进行一些这个创新 这都是我们这个学习的一些目的 所以说这个临摹一些 现代山水画一些优秀作品 对我们这个深入学习呢 是非常有好处的 因为我们这个学院这些传统技法呢 很容易就是在现代画这个创作当中呢 很容易照搬它这些技法 在我们这个培训班里边呢 就经常会遇到这些问题 有的学员就说呢 说我学过的这个折袋村 这个从介子园上学的这些东西呢 为什么现代这个山水画呢 它用不上 跟那个传统的东西不一样 然后我们就这个 通过一些这个作品呢 来给它进行一些这个讲解 并不是用不上 它是这个 这古人呢 这些村法呢 实际上都是来自于这个自然世界 自然界 它经过了一些提炼加工 它总结出了一些城市化的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这个 创作现代山水画 如果照搬这些技法呢 你依然还有点跳不出这个 这个古人的这个 这个模式 所以呢 现在要画出现代感 就一定要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现在我们画的这个山 其实它呢 里边有折袋村不少 当然不可能像介子园似的 那个那么完整的套用 它这也经过这个 一些写生啊 提炼啊 归纳啊 也是最后呢 完成了这个作品 所以说 我们学习呢 要是 要应该是 活学活用 这个地方呢 画的是房子后边一些竹子 远处 这个用墨比较淡 这地方还有一棵小树 像这个就都属于一些杂树了 温柑 要帮我 另外爬 这个 还是建议徐员在临摹这种画之前呢 还是要先拿这个碳条和铅笔勾一下 起码把这个山的水啊给它定一下位置 当然不需要勾得很细 但是比例应该是基本上应该准确 在准确的前提下 在勾这个墨线 不要急于一下子就拿毛笔就说上 这个习惯的不是太好 因为这个很多学员的这个 零基础以前没有画过 所以对这个造型能力呢 还是比较欠缺的 所以你要拿毛笔画呢 一般来说 基本上都是画不准的 如果这个外形都不准 这个临摹呢 后边就也就很成问题 因为你自己这么画呢 比较仓促呢 你也很难提高 所以不如严谨一点 从一开始呢 就给自己呢 要求的高一点 认真一点 有些学员呢 很潦草 就是拿毛笔叙了哗啦 就好歹就给画出来了 然后呢 到周日的点评课上 往上面一传 你给我点评吧 我画完了 我觉得一天都画了好几张 结果很多这个 所谓的这个作品呢 根本就没法看 本来你就是这个 没有什么绘画基础 又很潦草 很仓促 又很敷衍 所以这种画呢 基本就没法点评了 因为你自己 你画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一个认真的态度 所以说这个 点评毫无意义 因为你没有认真话 根本就 我再给点评 说实在我们这个时间 都是非常宝贵的 这个 对这种 不认真的 这个这些学员呢 我们基本上就 不再给予点评了 没法点评了 点评呢 首先要点评你这个 这个态度 没有一个良好的态度 没有一个认真的精神 这个画呢 你不可能 画出你这个实际水平来 所以呢 这个点评也就毫无意义 当然我们这个 培训班里边的同学 大部分还是很认真的 有的是留着作业 也能反复的画好几遍 像这种呢 这种态度呢 我们作为老师呢 他也愿意把自己这个 知识 传授 传授给这种学员 因为我们是毫无保留的 若你很认真 那我们也会 这个很认真的 很负责的对待 若你自己本身 对自己都不负责 那我们也没有必要 在你身上下太大的功夫 我现在画的是 这个房顶上的瓦 画的房顶上瓦 虽然这个房子很小 但是画瓦的时候 仍然要一丝不苟 一笔是一笔 笔一笔都要画到位 你不要这个敷衍 一笔了事 所以来我们这里边呢 如果你想这个学国画 你想好好学的一些技法 这个是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们有很多这个免费教程 还有这个免费的直播课 而且有收费的这个培训班 有多种选择 那么我现在这个上半部分呢 就介绍到这 我们下节课再见